有太阳光电业者向苗栗县政府申请 规划在铜锣的竹森村 设置太阳光电厂获得当地居民的欢迎 不过引来了石虎保育协会的反对 认为会破坏7D 光电业者却提出长期观测的影像表示 经过友善营造的光电厂内 定期有石虎出没 反而可以成为石虎的庇护所 不过双方各持己见没有达成共识 太阳门光电厂内竟然出现石虎 而且不止晚上连白天都有石虎出没 觅食的迹象 铜锣乡竹森社区居民认为 太阳光电业者申请规划新设光电厂 不但活化荒废 依旧的茶园和杂木林 更能兼顾环境保育 种了一些的地瓜 给老鼠去做食用 然后老鼠就会生存在那边 那石虎就有食物可以吃 地方居民就说 太阳光电业者在地面种植地瓜 营造自然环境的食物链 就能达到共存环境 不过石虎协会成员 却持反对意见 业者以砍述重电的方式 破坏石虎漆地 将造成无法毁复的情况 后面再多的减轻或补产的做法 都没有办法恢复这些漆地 还有这些生态性服务的功能 经过村民与石虎协会意见不一 但光电业者在审查会中提出 将在未来20年期间 持续营造友善野生动物的光电场域 并与专家学者合作长期监测 进行滚动式调整 光电开发和石虎保育 是否能够两全考验着大家的智慧 借张心结 苗栗 草包